I need as hard as I know how For you I love America I believe in you I believe our brightest days are ahead 2012年美国大选 现任美国总统欧巴马 击败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姆尼 再次入主白宫 这场美国史上两党候选人 民调差距最小 竞争最激烈的选战 欧巴马在七大摇摆州中 是以些微的差距领先成为关键 最后囊刮了超过300张选举人票 获得了最后的胜利 欧巴马将宣誓就职美国第57届美国总统 台湾时间中午12点 美国多数州的选票点算完成 欧巴马获得了超过270张选举人票 在芝加哥竞选总部 率先宣布连任 对支持者表示感谢 今天在这个选举 你 罗姆尼在得知落选之后 也以绅士丰富 向支持群众发表感言 祝福并祈祷奥巴马能带领美国走向正确道路 这次的选举两人支持率是极为接近 但是欧巴马的选举人票 但是欧巴马以些为差距赢得了多个摇摆州 包括兵家必争之地 恶害俄州而获得最后胜利 这场史上最激烈的选举 总花费估计超过了30亿美元 欧巴马当选之后 美国将继续面临就业率 经济成长率以及债务危机 加上未来在共和党控制下的 众议院的施政鼓励 再百度讨厌新总统的智慧 新唐人养地便是黄千锋变异